听音乐就知道这一节的内容会很轻松 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很少有的 在整部作品里不会让你几倍发凉的一期 而且这一期里会很巧妙的补充上一节的一个设定 那么咱们开始吧 德国的巴伐利亚一辆小宝在公路上行驶 里面是一对夫妻 妻子好心的想要烧着路边求搭车的陌生人 但丈夫不怎么愿意 因为让陌生人随随便便上车 要是被卷入到什么麻烦会怎么办 但是这位老夫人心肠很软 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好可怜 而司机老头子呢 看样子是个老傲娇 因为嘴上说不要 但车子还是停了下来 但是车里的这二位开口却是英语 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 天马作为医学界的高材生 这英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 所以沟通起来很容易 他希望搭车去弗来喊 老人的脸色有些不善 不喜 但是老夫人已经热情的招呼着小迪特上车了 车子启动了 老人也发话了 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明显不是父子 你是东方人 而孩子像是个德国人 你别说 这还是天马和迪特二人在一起这么久 第一个这么问的 所以他就有些支支吾吾 回答了一个朋友 但是很快问题又来了 你看起来像是某种专业人士啊 无论是说话方式还是态度 但副驾驶的妻子打断了他 并开始埋怨 坏习惯又开始了 随即转身道歉 因为自家的老头子 这么多年了 就是改变不了这个坏毛病 因为他之前当过警察 迪特看天马有些紧张 询问他们在说什么 当天马小声地翻译过来后 他也慌了 他认为现在下车比较好 但是天马知道 直接要求下车的话 太明显了 所以就开始闲聊 他询问 你们二位是不是退休后 夫妻结伴旅行啊 老夫人笑着说 是的 自家的这位一直是个工作狂 一直没有时间旅行 而顺着话茬 天马连忙道歉 说打扰到二位了 但是想要离开的话 还没说出口 老头直接说 不会打扰 在机场租车还好 但是不会看地图 吃饭时也不会点餐 有人能帮忙翻一下 安心很多 得 走不了了 日暮西山 而这四人一车 出了问题 原来是汽车没油了 附近也不知道 有没有加油站 这时小迪特发现 后方来了一辆车 好心的货车司机 询问发生了什么 当得知没油后 他说自己可以再载两人 老人虽然听不懂 但也建议天马他们可以自行离开 没必要留下来陪自己 所以天马决定到附近的加油站 和他们说一下这里有车的抛锚 就这样二人坐上了货车 而迪特也松了口气 但是天马他通过倒车镜 一直地看着后方 这时货车司机给出了个无奈的消息 这附近没有加油站 天是越来越晚 两位老人还在原地等待 老夫人还在寄望天马能告知 加油站能过来人 但老人却说 搞不好那个人会直接走掉的也说不定的 但是他的妻子却说 不会的 感觉那个人蛮好的 对于这样的评论 老人只是一个 是吗 这时老夫人看着夕阳 嘴里说着很漂亮 但是脸上的表情有些忧伤 因为他想到了罗伯特 他不知道罗伯特是不是也在看 突然他大喊自己的老公快看 因为是那个人啊 是天马和迪特手拎着汽油 那是他们在附近的农家里讨要的 记着老头的表情啊 有深意 晚上四人来到了一家餐厅 这对夫妻一个人喝着碗茶 一个看着本地的报纸 他们的对话有些搞笑吧 毕竟一个英国人到了德国 夸要菜品是相当的不错 懂得都懂哈 这时老人询问 这个人是凶手吗 这个人涉嫌杀了自己的老婆 审判结果却是无罪释放 你觉得他是凶手吗 小细节啊 报纸是德文 老头是不懂德文的 但他却知道这个人涉嫌杀妻 并被无罪释放 对于这个问题 天马自然是不能下结论 接下来老人的话就很有深意 他开始聊起了想当年 想当年自己可是历会不少打工的 想当年自己看到一个人时 就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个人是不是凶手 是不是真正的坏人 但是做得多了 看得多了 反而变得越来越不清楚了 现在的自己已经变得根本是分不出一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到底是凶手还是无辜的人 这大概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个好刑警了 现场除了专心冰淇淋的小迪特 三人都是沉默不语 最后老人说 大概自己真的喝多了吧 第二天一早四人继续出发 但是出城前老人道了个歉 他需要先去一个地方 那儿让天马变得异常紧张 因为这里是警察局 两位老人需要进去办点事 他们希望天马二人稍等一会儿 期间这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不一会儿这对夫妻是面带愁容的走了出来 上车后二人是默不作声 最终天马熬不住了 他提出现在的方向不是去弗莱海的 老人呢再次道歉 现在他想去一趟休坦巴赫堡 他想去那儿看个东西 相较于老人和狄特 天马在后边扶着老妇人 慢慢地爬着楼梯 原来他们儿子的信里曾提到过这儿 他说这里乡下望去的风景是最漂亮的 他一直说想带我们过来看一看 但是当天马问到 你们的儿子是不是住在这儿时 老人没有明确地回答 只是说正要去看他 原来这就是他看到的风景啊 老人说话了 他说到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儿子杀人了 他们是为了探监才来到的这个国家 有些心酸啊 私人到了分别的时刻 临行前老人郑重地道谢 车子在开出去后 老妇人还在感叹 他真是个好人 老人先是肯定 但他也说 他正因为涉嫌连续杀人 而被通缉中 看妻子还有些不相信 他接着说 自己以前看过他的照片 而且刚刚在警局 去和逮捕自己儿子的警察 打招呼时 天马的照片就贴在警局里 妻子还在感叹 这真是难以置信啊 对方的人是那么好 老头接着说 自己以前看到他的照片时 就曾怀疑 看到本人后 他就确定了 他是无辜的 至少不是一个坏人 此时他们的目的地到了 下车时老人说 自己的儿子 罗伯特 他杀人了 自己这个他身边的亲人 竟一点识人之名都没有 所以他辞职了 但现在他恢复了信心 他相信自己并没有看错人 罗伯特是犯了罪 但是他不是一个坏人 这一期的内容很暖 很感人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人扯到民族大义上 已经一说到这一点 这个话题自然而然的就告别人不止一头 所以就不说这个 看过我那13个小时的非常家庭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喜欢在结尾扯一些有的没的 这一期呢也是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听一听 就是为什么大家总能解读出作者的左或者是右 首先啊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Otaku 御宅族 关于这个御宅 相信这个词 AC这群体是绝对会熟悉 但是Otaku最早出现在70年代日本的科幻圈子 而且直译的话 这个词是辅上 很别扭是吧 但是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别扭感 因为不正常 因为与众不同 就是以此来标榜自己的这个团体 但是之后当ACG文化兴起后 日本人对于Otaku是比较抵触的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 他们不希望自己被贴上这个标签 也不希望自己身边有人是Otaku 为什么不喜欢啊 前面说了 这个词出现在七八十年代 而那时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 那个时代的孩子们 他不需要像他们的父辈那么的努力 那么的拼命 整个的社会环境 他有条件去玩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当时日本无论是动画还是漫画 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再加上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录像带 大家看过蜡笔小新都知道 经常能看到他们会把喜欢的节目录下来 以公之后反复观看 但是年轻人啊都是叛逆的 自然而然也就不再满足于像是 宫崎骏那样的健康向上的作品 但是那些不在本期讨论范围啊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社会啊 是极其的集体主义 这种集体主义被深入到每个家庭里 就好比你家的布置是什么样子的 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房子的内部结构又是什么样子的 等等等等等等 大家如果留意蜡笔小新和哆啦A梦 就会发现这一点啊 甚至每个时期的流行穿搭 都是根据某某杂志某某明星去效仿 尤其是松田圣子 可以说整个社会的每个人的形态 都是这样的 他的生活习惯衣食住行 都和大家差不多 但是突然有一天 一个群体 如果他们是这种穿搭 是不是格格不入啊 尤其是整天在家的欧巴桑们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对不夸张 就是安全问题 原因就是这类人很怪 但是最初欧巴桑们 只是将恐慌留在心底 直到八十年代末 轰动了整个日本 差点毁掉整个产业的 宫崎勤世界 关于这个啊 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 不清楚的话可以去改渡 这里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 从那之后 由于媒体的田油家族 整个社会的认知就是 玉宅族 全是潜在的罪犯 这可以说是整个动漫产业 最黑暗的时期 所以整个行业为了生存 都在开始自减 但是你要知道啊 人啊 是有叛逆心理的 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 它都一样 他们都希望弄出一些 与主流不一样的东西 就好比男女啪啪啪 就好比战争 而且啊 再提一个实践点 八十年代末到九六年 正是蜜月期 这里说这么多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啊 这种叛逆题材的市场 以及创作者 是怎么来的 说到底 它是为了迎合市场 所以大家总是在讨论 某某的作品里 有什么什么主义的思想 什么什么左 什么什么右 但是大家可以仔细 对比一下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两千年之后 在那之前 你不能说没有 但是很少 很隐蔽 毕竟虽然当时审查严格 但是在海量的作品里 总是会有漏网之余的 至于说两千年之后的作品 为何会大量的出现 咱们比较讨厌的内容 就留在之后有机会再聊吧 因为这些东西啊 它不是说我张嘴就来的 这需要查阅很多资料 非常的浪费时间 毕竟 咱们这里是漫画解说频道 是吧 这些就一大头 不是我的主动范畴 对吧 好了 本期内容结束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